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期TensorFlow2的视频 不过在分享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同时邀请您参加我的Discord专区 咱们一起讨论技术分享代码吧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编写自定义的神经网络模型 TensorFlow2 是这样 以前我曾经给您做过一期视频 咱们采用的是纯KELAS的Sequential顺序模型 咱们来训练数字数据节目 对不对 那个模型是可用的 但是问题是 它的扩展性不好 它是入门级的写法 咱们顺序的定义一些网络的层次 然后它顺序执行最后出结果 咱们在复杂的业务应用过程中 顺序模型是远远不能够满足咱们的业务需求 咱们应该使用更高级的API 使用更高级的编程的手法 使用专家模式 今天就给您讲解一下 好不好 好 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以自定义网络模型的方式 咱们再次训练一下手写数字图片的数据集 该怎么做 马上开始 这个是我的Disco的专区 我今天的代码都会分享到Disco的专区 有兴趣的朋友 希望您能够加入我的Disco的交流区 好不好 OK 咱们先少去马上进入今天代码的部分吧 咱们大家请看 一上来 这是一个import 没说的 intensive flow 没说的 这第二行是什么意思 是这样 咱们这段代码 如果在Google collab里面跑的话 它能跑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会报一个警告 后台的辅典问题 它默认的是32 咱们就手动 把它变成64位 才能够不报警告 咱们这行不加 行不行 这行不加的话 您完全可以跑通 只不过在Colab里面 您会受到一个警告 好不好 OK 这是数据长度的问题 接下来 咱们import一个全连接层 平整层 包括一个卷积层 没问题吧 接下来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以前我在做KELAS的时候 这地方咱们import 是一个sequential的顺序模型 对吧 今天不了 因为咱们要自定义 咱们自己的神经网络 所以说这个地方 咱们import直接model类型 好不好 OK 咱们执行下 成功import 没有问题吧 接下来 接下来咱们大家以前 看过我的以前视频的话 都知道 一下来 咱们先import一个 内部KELAS 给咱们带的手写数字 识别的这么一个图片集 没有问题吧 然后咱们通过这个命令 把它装载进来 然后呢 我把这个训练集 都出255 什么意思 正规划 规范化 对吧 如果不出255 那么咱们得到的数据 是1到255之间的 整数集 对吧 咱们大家想想 1到255之间 这种怎么说呢 范围非常的大 计算起来呢 非常的不便 对吧 那么咱们如果都出255的话 把咱们所有的数据 放在0到1之间 是不是就非常好处理了 也能够增加 咱们的运行速度 好不好 其实如果咱不出255的话 运算出来的结果呢 也会略有不同 好不好 这个地方 咱们大家要注意 但凡今后要处理图片数据的时候 最好把这个RGB通道 变成1到0到1范围之间 好不好 OK 这是一个小技巧 接下来咱们大家看这地方 因为是这样 咱们KELAS内置的手写数字图片集 它其实是一个三维数组 它这个三维数组可用 但是今天咱们定义自己的数组 三维数组是没有办法使用的 咱们需要把它进行一个平整 变成四维数组 咱们这四行代码就是在做这个需求 它不是必须的 但却是TensorFlow接口的要求 咱们把一个三维数组变成一个四维数组 在最后咱等于是扩展了一维 好不好 这四行代码就干这么个工作 好不好 接下来大家看看 接下来这是新的概念 以前我在给您做这个图片识别代码的时候 没有什么这个数据集 datasite的概念 对吧 今天因为咱们要自己定义神经网络 自己循环数据集 自己计算损失函数 对吧 那么首先咱们就应该声明一个训练用的 datasite数据集 这个地方大家请看 通过这个API函数进行调用 然后传进去什么 咱们训练集的内容 然后shuffle 把咱们训练集的数 这个数据的数组把它打乱 如果不打乱的话 它会把一排在一起 二排在一起 三排在一起 四排在一起 是有规律的数组 这个其实是怎么说 容易产生过你和各种各样的问题 对吧 所以说咱们叫shuffle把它打乱 这个地方 一千什么意思 一千是缓冲区的位置 然后后面 八七什么意思 八起 八起日语 八起什么意思 就是说 我一会儿要循环数据集进行训练的时候 每次取多少条 三十二条 为什么说神经网络是玄学呢 您这地方写三十二 写六四 写一二八 写八十 写多少都可以 前面这也是 写一千 写五千 写一万 也都可以 都没有问题 稍微影响一点点的训练结果 但是不会有大的影响 好不好 这个 我等于是声明了一个 咱们用于训练的 datasite数据集 对吧 接下来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 因为咱们训练完之后 还有考试 同样再声明一个考试的数据集 咱们大家看一下 训练用的数据集 跟考试用的数据集 有什么不同 它没有shuffle 为什么考试用不shuffle 考试shuffle什么 对吧 训练集 我是把一的二的数组 给它打乱 为了便于我的训练 考试都放在一起 这要考 有什么问题 对不对 所以说考试集 没有加shuffle 这个地方要注意 考试干嘛 要加shuffle 好 接下来 接下来是今天的重点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 我等于定义了 咱们自己的一个神经网络 但是我用的比较简单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大家请看 我定义一个 我的模型 my model 这个叫什么都行 无所谓 然后大家请看 我是Python 继承了KELAS里面的model 这个地方 没问题吧 OK 我继承它之后 在初始化函数里面 我要定义什么 我要定义 我这个神经网络 所需要用到哪些个层 在这地方 我会定义 比如说 卷积层 让它给上几个神经元 让它给上不长是多少 然后几乎函数是多少 这叫定义了一层 对吧 同时定义了平整层 把数足打散 然后再定义一个 怎么说 全连接层 最后定义一个 Sofmark的输出 对吧 咱们定义完这几个层 那么咱们在下面 扣函数里面 根据您设计的神经网络 咱们可以去动态的组合 这些层的前后关系 而不是像上次 我跟您讲的 KELAS里面 Sequential的写法 顺序从一到十 咱们要顺序执行 不了 咱们在这地方 咱们可以 按照咱们自己 对神经网络的理解 可以设计咱们 自己的网络结构 比如说 您要实现一个 参差网络 要实现一个 参差网络50 对吧 在这里面 可能您根据 不同的条件 您可能要跳过 某些个层的计算 或者说 结合某些个层计算 或者说 循环某些个层计算 等等 都是可以完成 这个是咱们 做自己的训练模型 非常高级的写法 咱们要掌握 今天咱们非常简单 其实大家请看 在这地方 我仅仅是做了一个 什么顺序 这就是KELAS的 Sequential 大家请看 扣的时候 这个X 这X是什么 这X就是咱们 训练时拿过来的数据 或者说测试时 拿过来的数据 然后进入第一层计算 得到一个结果值 然后把这个 第一层的结果值 作为参数 再传给第二层 然后再传给第三层 最后传给 Softmax的最后输出 对吧 这个其实还是 顺序执行的写法 但是根据您不同的 更加复杂的网络 这地方您可以 做您自己的逻辑 好不好 这个怎么如何设计神经网络 这个是别的话题 不是今天的话题 好不好 但是呢 这个API该如何使用 是今天的话题 好不好 咱们这么使用 咱们在这个 扣这个函数里面 去真正组织 咱们自己的神经网络 怎么复杂 怎么做 其实不仅是怎么复杂 怎么做 怎么符合您的业务需求 怎么做 您也为您的业务数据 在这地方去优化您的层 这也是必要的工作 好不好 OK 咱们执行一下 上面 刚刚上我执行了吗 上面咱们执行一下 没问题 装载数据局 大家请看装载完成 大家这边 对这边 你看一下 一开始它给咱们 是三维的数组 对吧 咱们通过这个地方 增加一维变成四维 对吧 这个刚才跟您说过 刚才这个地方 确实没有运行 好 接下来咱们神经网络 定义完之后 咱们也运行一下 没有问题 成功 接下来 接下来 大家请看 我定义了 我的一个神经网络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就实力化它一下 准备使用 同时大家注意看 在这个地方 我又实力化了一个损失函数 前几期 我给您讲的 直接KELAS Sequential的时候 咱们是把这个损失函数 作为参数 传给Sequential这个模型的 对吧 今天不了 今天咱们要实力化 一个损失函数 然后咱们在下面 咱们手工要调用损失函数 以前咱们傻瓜型的 KELAS Sequential 都内部调用 咱们什么都不知道 对吧 今天咱们一点点 都要自己做 所以说 这个地方咱们定义了 一个损失函数 咱们一会儿要手工调用它 同时 优化器Adam 咱们一会儿 也会手工调用它 那么既然咱们手工 能调用成功的话 咱们就可以自己 编写某一个损失函数 就不用KELAS 大家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还是KELAS内置的 一个损失函数 对吧 其实这些损失函数 都是标准的 共通的 对吧 都是TNFLOG 给咱写好的 咱们也可以在这地方 定义咱们自己的损失函数 也都是没有问题 今后我会给您 在开更高级的课程的时候 咱们都自己定义损失函数 好不好 OK 这个地方是 实力化一个KELAS 给咱们损失函数 SPAS Catalog 因为咱们有加热编码 所以说咱们加上 SPAS的写法 对吧 OK 接下来Adam Adam是咱们最近 比较流行的优化器 什么叫优化器 就是说咱们学习一遍了 然后通过损失函数 得到一个损失函数 那么咱们该怎么降低损失函数 我用哪个算法降低损失函数呢 就是用到优化器 目前比较流行的是Adam 好不好 OK 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函数 接下来大家请看 我训练完了 我也知道损失函数了 我也优化好了 同时我训练完 或者考试完的结果 我要有评价 对吧 这个地方会根据您训练好的结果的数值 它会算出来一个当前的损失函数 以及正确率 对吧 然后我这个地方定义了两套 一个是用于咱们训练时的评价 一个是用于咱们考试时的评价 对吧 一会咱们会手工调用这些函数 看到实际的结果 现在咱们先运行一下 没有问题 好 咱们再往下 再往下 咱们注意看 这个地方我应用了标签 定义了两个TensorFlow用的函数 一个函数 大家请看 是用于训练 一个函数是用于测试 咱们都分别讲解一下 在训练这个函数里面 大家请看 我接收了两个参数 一个是图片级 是个小数组 这个数组里面有多张图片 有几张图片 是咱们上面这个BUTCH这个地方决定的 有32张图片 如果这地方您要写64 那么下面这个地方就是64张图片 对吧 OK 32张图片 后面是它的标签 是011 12 对吧 前面如果是32张 后面肯定也是一个32维 对吧 存储着每一个图片的实际的标签 对吧 OK 然后咱们大家看这地方 采用T度下降法 开始评估 那么一上来干什么 大家请这地方 咱们调用咱们刚刚声明的自己的模型 传入咱们的图片集 然后会得到一个训练后的结果 为什么 咱们通过这行代码 一调用就相当于把这个图片集 传到这个地方 这个X就是咱们看到的那个图片集 然后这个图片集的数组会 这些层它都走一遍 然后得到一个返回值 这个返回值就是咱们学习的结果 就是这个数组 对吧 然后咱们根据学习的结果 咱们大家想想 咱们损失函数怎么做 是学习的结果加实际的值 进行比较 是吧 什么最小平方差什么等等的 然后算出一个损失值 大家请看 咱们调用刚才的损失函数 这个地方 对吧 这个地方调用它损失值 传入实际的结果 以及咱们这次训练时 训练后的结果 对吧 那么计算出咱们这一次学习后 得到的损失函数 对吧 得到损失函数之后 通过这个梯度下降法 计算梯度 然后呢 通过咱们Adam的优化器 当然是不止Adam 还有好多算法了 进行优化 优化完之后 会得到一个新的训练级的参数 好不好 那么咱们用新的训练级的参数 再去做下一次学习 对吧 其实机器学习 说白了 大家注意看 机器学习 就是这几行代码 加快的话 4 12 就是8行代码 这个就叫做深度学习 刚才说错了 不是计计 是深度学习 这8行代码 其实就是整个咱们代码的核心 这8行代码 其实就是在做深度学习 好不好 OK 学习完之后 通过咱们刚刚的这两个函数 评价一下 这次你学完之后的 你的损失函数是多少 你的损失值是多少 你学的好不好 你的正确率是多少 通过这个地方进行一个计算 好 那么咱们这个函数就相当于做了一遍学习 或者说做了一遍训练 好不好 因为咱们学习这跟书一样 咱们看一遍肯定不够了 咱们要多看几遍才能够学会 神经网络学习也是一样 一会儿咱们这地方又会循环多次 好不好 OK 训练函数完了之后 咱们再看测试函数 考试函数 就这就简单了 对吧 传进了一个考试级的图片 传进了一个考试级的实际结果 然后通过咱们的模型进行考试 得到一个考试结果 然后通过损失函数进行考试 看看考的怎么样 然后根据咱们这两个评价器 对咱们这次考试的数据级进行评价 咱们大家一定要注意 咱们训练的数据级 跟考试的数据级一定要分开 不能放在一起训练 放在一起训练的话 会产生过拟合 好 咱们先少叙 这考试级没什么内容 好 接下来咱们所有内容都定义完了 接下来干什么 就要开始训练学习以及考试 怎么做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我做了训练周期 咱们这本书相当于读几遍 对吧 我就读一遍 这地方您写一 你想把这本书读十遍就写十 对不对 好 咱们看 我先训练一遍 然后这下面是一个负循环 没说的 一上来 这是什么 这是各种的评价器 考试器 每次 每循环一次 都要清空重新考 对吧 OK 上面一次咱就不保留了 对吧 OK 怎么训练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 我做了一个负循环 循环咱们刚刚用到的数据局 dataset 对吧 循环 每循环一次 取出一组图片 和这组图片所对应的标签 因为咱们8起设的是32 所以每次肯定取掉32张图片 对应32个标签 然后调用刚才咱们的训练函数 进行训练 对吧 那么咱们这负循环都执行完之后 相当于是说 把训练集里面的所有的图片 不管你是6万张还是5万张 他都把它跑一遍之后 得到一个结果值 然后下面去输出你训练的怎么样 咱们会有一个评价 对吧 同时呢 因为咱们训练一遍之后 会产生一些个内容 对吧 放到咱们的模型当中 那么咱们会通过考试集 进行考试 看看考怎么样 也就是说 咱们在这个地方 声明了一个模型 对吧 然后咱们在训练集里面 咱们不停的调用模型 不停的去优化 它里面可训练的参数 都优化完一遍 那么咱们如果在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把所有的数据都跑一遍的话 说明咱们会有一个新的模型 里面的参数都被优化过了 那么咱们在最后面 进行一个 我读这本书 我读完第一次之后 会有一个评价 对吧 那么同时 你读完一本书之后 马上考试 考怎么样 下面也会有评价 在下面这个地方 我就输出了 你训练时的成绩 以及考试的成绩 都被输出出来 好不好 OK 这就是大概整体的逻辑 咱们先少去 马上运行一下 今天已经说了很多 好不好 OK 咱们试试了 咱们今天就先训练 一次看看训练的结果怎么样 马上开始 Go 虽然是Colab的GPU 但是相对 也不是说一瞬间就能执行完了 也需要一点点时间 咱们等一下 真要喝口水 这已经执行完 大家请看 执行的第一遍 说明什么意思 说明他学习了一遍 然后马上参加考试 咱们大家请看 学习的结果 损失函数是0.1353等等 对吧 然后学习成绩是95%的正确率 95.86% 说明学的还不错 对吧 考试成绩 大家请看 考试损失函数是0.06 非常的低 对吧 考试成绩是97 说明他就算学一遍 他学的成绩不算特别好 但是考试成绩考的却不错 说明什么 说明咱们的模型执行成功 对吧 比如说这地方咱们改改 咱们改成 让他跑五周期 换出来这本书 让他学五遍 对吧 咱们再看看结果 够 正好我也喝点水 够 大家请看 这是他学的第一遍 正在学 这可能稍微花一点时间 他正在学习 咱不管了 我今天利用现在这点时间 我把今天咱们代码 再稍微回顾一下 咱们一上来 input这个包 这没说了 然后咱们开了一个 KELAS里面的手写数据集 然后咱们把数据集里面 所有的训练数据 都要除一个255 让这个范围 由1到25之间 变成0到1之间 对吧 便于咱们的计算 提供咱们的计算效率 同时提供咱们的计算的准确率 然后因为TensorFood的要求 所以说咱们要把数组 由三维变成四维 对吧 不好意思 然后在下面 咱们这次的代码 是手工循环数据集 所以说这地方 咱们要生命一个数据集的对象 好不好 OK 这地方 我把咱们数据集打乱 然后同时给了一个8起的size 咱们每次运行多少个图片 好不好 接下来 我定义了一个 咱们自己的神经网络模型 在初始化函数里面 我定义了 咱们会用到的几个层 这些层也可以反复的使用 同时在扣函数里面 我定义了 咱们神经网络该如何的执行 好不好 然后扣的参数 就是咱们的训练的数据 在这个例子里 你们来说 就是咱们那些图片集 那些个图片数组 好不好 是四维的 对吧 然后接下来 咱们定义好了模型 这个地方的实力化 然后咱们再声明咱们所需要用到的损失函数 今后这些损失函数 咱们都可以自己定义 其实里面的代码也不是很多 咱们定义了损失函数 定义咱们优化器 然后又定义了咱们评价器 咱们学完了 咱们损失函数也有了 咱们评价 咱们学了怎么样 对吧 一个是训练级的评价器 一个是测试级的评价器 好不好 然后是咱们今天的重点训练函数 咱们通过梯度下降法 然后去训练得到损失函数 然后找到梯度 换句话说 这个地方用到其实是ΔxΔxΔx 对吧 然后根据咱们ADAM优化器进行优化 优化出来的结果 再进行下一次的训练 对吧 然后最后给出一个咱们训练一次的评价 然后测试函数 是这个地方传入咱们的测试数据集 然后通过咱们的模型得到一个测试级的训练结果 然后去比较一下测试级的损失函数 然后进行一个评价输出 好 然后上面的基础内容都定义完之后 咱们开始循环咱们的数据集 然后循环几个周期 您可以自己定 然后这地方叫做循环 把整个图片训练集都循环一遍 下面是把循环完之后 会得到一个新的模型 用训练好的这个模型 咱们再去参加考试 都考试完之后 我整体上会输出一个咱们训练的结果 以及考试的结果 对吧 OK 然后下面进行了输出 训练结果怎么样 考试结果怎么样 咱在下面一目了然 大家请看 这地方看去非常明显了 训练五个周期之后 损失函数几乎为零 然后训练集的得分是99.74 换句话说 训练集训练的非常好 但是考试级几乎没有变化 还是0.067 然后考试级的分数 98.33% 比训练级稍微低一点 是正常的 考试永远比这个 换句话说 您看书也一样 您在学校学习也一样 书本学的知识 您自己考试 肯定考的好 对吧 但是实际参考试 肯定分要比咱们 自己学习时的 自考的分要低 这是肯定的 通过咱们神经网络 也能够体现出来 对吧 OK 今天给您说了这么多 给您大概讲解了一下 咱们TensorFlow中 高级的API的使用方式 咱们自己编写一个 自定义的神经网络模型 希望我今天的代码 对出学者朋友 能够有所帮助 好不好 如果您对我的代码 还有哪些不明白的地方 希望您能够加入 我低次扣的专区 咱们一起讨论 好不好 我今天的代码 也都会分享到 我的低次扣的专区 今天说了很多 嗓员哑了 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谢谢您观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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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